中文字幕 日文字幕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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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他們關係的火花的開始 我覺得是有趣的 甚至有點荒謬的 就是建立在一個 彼此利用的關係上 瑕疵劉立民 他知道劉立民 能夠幫助他跑出去 能夠從他收招的人數 去追查真相之類 七年前轟动一时的棒球场情杀案 凶手张正义精神团队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不然接受我的访问 十分钟就好 不然我们谈合作啊 怎么样 在故事里面生效最后 都有一点不择手段 其实他们都是会为了自己的目标 有一定的偏执跟执念 也孤显出两个人 虽然在往同一个方向去 但是好像之间还是藏有的是什么 到最后这个部分又会因为 故事的一些反转 两个人的关系又再次的被打破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是谁叫他这样做的 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演员 我好几场跟他对戏的时候 这场戏需要什么气氛 他尽量让那个氛围是那个样子 对 我们的观光点应该就是最会流汗了 我在拍上一部戏的时候 那个化妆姐姐就跟我说 除了我之外 他见过最会流汗就是你 然后我就说 我有听说 我有听说 我有听说你超会流汗 但我觉得我们这次还好非常幸运 就是一开拍之后天气就是非常地冷 对对对 造型之外 辛苦了 等我找到东西他们就不要来操 有个网友在安养院工作 你几岁交什么网友 真真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 跟他爸的关系也蛮好的 就很像朋友们一样 这美国女孩就是比较臭屁一点 就是安静一点 我就想要试试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个性的角色 我常常在跟他拍的时候 我感觉是自己在跟着他的节奏 我觉得也很有趣是 两个人也蛮自然有一个像朋友的感觉 然后甚至又像妈妈一样在照顾这个父亲 我第一次看到张啸泉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ABC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像ABC 所以导演在跟我讲英文的时候 我就喔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接到我爸爸 然后爸爸就看起来 看你觉得 还是T或是T 你嚇死我了 他跟真真的那些段落 都是超过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的想像 有时候真的就是演员跟演员之间 有那种很魔幻的化学作用 那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很印象深刻的